在藏传佛教西藏的家庭 我在藏传佛教西藏的家庭 如果生小孩生了三四个小孩 最优秀哪一个送去怎么样 出家当喇嘛 为什么 他要为这个家赔福修得 其他人做世间法 放羊 做贩卖贸易 但是我们都忙一生的这些世间法 又用陆陆柴米永远这样出茶怎么行呢 必须要有一个来帮我们了头生死 来跟我们跟三宝结生生的因缘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情形 你看这个修行他的心 我去县政府 我刚才在趁这个休息十分钟 在里面看其他县政府的片段 刚才才拿给我 就看了几分钟 看了这个我在新政府讲到这个广兴村的例子 广兴村在这个我们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大出风头 有没有人住在那一带的 我们这个我有长辈住在那里 我问他 他还不知道 广兴村就在石冈 在座有石冈人 民国是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 丰元到东西这个东风公路 大家知道怎么样 山崩地裂 乌寝人亡 对不对 那有的是很多人 那时候附近有个广兴村 他只有倒了一个租设和厨房 去问他们有祖训 祖先来台的时候 在那里就是台中县石冈乡那里落脚 生九个小孩 这个生小孩 这个父母会生小孩 他就是会有智慧 在我们密宗 金刚圣有所谓的动子化身法 什么叫动子化身法呢 要动还是要停止 你自己要有高度的智慧 化身是什么 我就是我父母的化身 我就是本尊的化身 对不对 你在这个世间做人做事 你就是代表你父母在行功利得 你这小孩如果做错事 父母他就算是往生 他也会过不好 这个事情我不再举例子 太多例子 动子化身法就是什么 身体不好的时候不怀孕 不生小孩 心念不正的时候 心自私自利 喜欢走偏风 贪财好色冒险 冒险是什么 赌博 铤而走险这些 那时候不要怀孕 再来 造罪造业没有功德 你不要怀孕 身体不好怀孕 小孩有病 老是先天就带那个病 心术不正出生的小孩 出生做事就是违背天理 不孝顺父母 等等的 这跟胎教也有关系 这个化身要出来不是这么简单 罪业很重的时候 所谓恶业赶招其来 你自己业这么重 来的是什么 你的死对头 他出生带光你的家产 让你劳心费力一辈子 或者去杀你 打你 杀父母打父母的 你看现在社会上多不多 所以以前龙苏净土文 王龙苏巨师他讲了 不念佛者陌生无家 你不是要学佛修行 你不是要念佛的人 你不要送到我家来 对空 对着当天启示 我们自己有这种教法的人 这个密宗的动子化身法 孔学你一定要注意 我在新政府的时候就讲 我们受的儒家教育 是从胎教到圣中追缘 圆满人生教育 可是他里面没有讲到谈恋爱 孔子没有讲到 我在共修的时候常常讲 你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小心 因为谈恋爱他会取决你一生 你要一起共度一生的人 我们现在讲 我们另一半 另一半 没有了 另一半 中风偏瘫才有另一半 你会说我另一半妈妈的 我另一半没有力 这样 我们人都是个体 对不对 两个个体在一起 结合两个家庭 他有很多的纷纷扰扰 有很多的责任义务 还有很多的供业 一般没有修行的人 扛不起来 所以在人生必读 他讲百年修得共枕棉 那人家就说 百年修得共枕棉 这是百年修得一个缘分 我们可以睡一个枕头 很轻 他有密意 有密解 百年的修行 才配共枕棉 百年的修行 才不会打架吵架离婚 没有那个修行 如何共枕棉 你就孤枕棉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话又讲回来 这广心村的祖先 黄姓祖先很有智慧 他没有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学到密宗动子化身法 但是他给小孩 他生了九个儿子 叫做高榜厨 广心村叫高榜厨 为什么呢 一榜一榜都做高榜 传宗接代 他怕这个传承的子孙 这个子孙有问题 立了三个祖训 他说你自己要结婚成家立业 我也建议你要给子孙立祖训 但是你如果做不起 怕孙子都没听 你立祖训也没有用 都给你等着 根本就不听 他立了孝顺父母 敬神拜佛 行功利得 敬神拜佛 立这三个祖训 所以只要是我们皇家的子孙 你一定要孝顺父母 第二 你一定要行功利得 多做善事 建立功德 第三 你要信神也好 拜佛也好 你要往自己有缘的宗教去修行 要这样 不许这样 所以广心村在石冈 这里有一个广心宫 广心宫 高榜厨那个所在 你通修去看看 广心宫等于是他们的高榜厨自己盖的庙 你去里面看到这个寺庙 你就看出这个地方人的前程 200多户 那黄先生他说 200多户都没有灾情 这个厨房太烂了 倒了 株色垮了 这样而已 对面接一条马路 那是很多人 大家都觉得好奇 他还说 你看我们这墙 二十八年了 他的家水泥墙都坑坑洞洞 草都从墙里面长出来 照理不堪一震 他说我们家 连一块瓷砖都没有掉下来 我这二十八年的墙壁 一条裂缝都没有 你看看 为什么 他说我们酒房错的子孙 大家都比赛孝顺 争相孝顺 没有听到有哪一房 有地痞流氓 没有出席的人 那因为就是孝顺父母 这个行功利得 敬神拜佛 我们酒房处出很多的法官 医生 律师 建筑师 等等这个社会的贤打人士 他说 讲话的那个黄先生 他讲 你看我这样 两公 我的大儿子 电机博士 二儿子电子博士 我女儿在学校当老师 你敢不敬佩他吗 一个非常赌食的人 这个黄先生 他度量多大 他祖先在分财产的时候 他分到一个三十坪的 一个屋子 就在这个街上 路边 店边就是 他的哥哥分到财产 还分到离这个路边 五十公尺以外 一个六十几坪的地 这样 那哥哥就说 哦 兄弟 你那个地 店边好像不错了 不然来玩 这个黄先生说 好 就跟他换了 也就是说 这人可以做到这么有雅量 这么自在 就是说 光是一个遵从主训 换来这么大的一个福报 让他的子孙好几代 都很兴旺 遇到灾祸节都能平安 我们很多的老阿嬷 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 都爱孙子爱小孩 对不对 爱孙子爱小孩 要修出德行来批印他 否则 他没有办法造成自己的心愿 来好好的活在这个人世间 你必须要有德 做阿公阿嬷的也有阿公阿嬷的福德 做爸爸妈妈的也有爸爸妈妈的福德 否则没有办法